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訪皇媽慶和雕刻室 其实我们一直欣赏他的作品已经很久 一直想要有机会来帮他办策展 所以今天特别就来到老师的这个博物馆 在看工作室这边 欣赏到很多的作品 其中我个人感觉到 其实鹿岗本来就是一个雕刻 算是台湾的一个重镇之一 那我们也知道黄老师雕刻的经历超过半世纪 大概有五十几年的雕刻经历 那我想要先了解的是 老师里的雕刻的会议 大概当初从代工的雕刻 转到这种纯艺术的创作 我们以前有经历这个美术教育 就是在看工作的家库 那有一次就是我们一个女士在教育 说等着你扮你扮你的美术 很厉害你跟他介绍 那我就买我拿去台湾的 最美术就说这种雕刻你也拿来 所以现在就是说 我就教育他们的一个企业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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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去看那个墨内斩 我一样要去丁业 那你说一种美术的概念 他说实话 这次到处 到处当中起步 起步就是 因为我现在在工程 就有你坐一盘 我就说别说有 我就说我们自己去创作 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时间就坐 你坐就是有一次云南最合法 去三年比賽 第一次比賽就到優勝 就感到有那個心情 就有那個心情 就是本來 走你 在這個鄉 因為在這個當中 就是我們不用把藝術生活 你普通就是 為什麼我會去水那麼多河 因為那個厚圖就是河花 它的變化最大 它的厚圖就是 它的四季的變化都不一樣 它說起來就是 整個好像動態還是什麼 你如果注意看我 有很多風的感覺 因為你有一個風邪 或者是什麼 它感覺到生命中 變成比較強烈 有你看到 有一點生命力 有一點生命力的存在 在這個畫面 因為在這個當中 就像 我為什麼會去用色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要改變 因為你不改變 變成人會常常看 所以 所以 因為我改變的時候 因為以前 後面沒有這麼一個板 這個板 板是嗎 我們現在把後面這麼板 我們可以用木紋 可以用胡雕 音雕 用色 用畫 用電燒 整個那個計劃 可以 計劃 可以融入 這個畫面 所以 把他 導演化 一個 用不一樣的 一個觀念 去呈現 一個畫面 看到這些東西 大概就能夠判斷 這就是王老師的作品 其實藝術品 有一個重點 就是 辨識度 是重要的 當你的東西 一般的欣賞者 還沒有看到千尼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說 這應該是誰的作品 通常那個作品 就是成功的作品 但是 那個畫面就是 要處於我們的作品 就是 你看我很多荷花 但是我的荷花 大部分都有破洞 好像一種符號 在後面的一種 是 襯托的那個 變 辨識度 他這看就知道 這個是我的 就是 好 老師的作品 還曾經當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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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對 對 對 絲 得 對 對 因為從那裡面可以看到時間感 還可以看到本身植物的韌性 那也應該是代表就是 每個人在生活中 其實常常會碰到一些事情困難 但是不斷地就是有一種建立的方式來過去克服 我今天想像藝術創作 就是要有一個理念 參與一個信念 就是我們人就是要有一個關 因為你有一個關 就是他的重心點就一直在前進 但是我們沒有發一個縁的時候 那有時候一些事情就沒有辦法推動 對,會半徒合會 但是我稍後要有我的觀念就是 人生到最好是分享 因為那個分享就是我們 我們的祖宗 我們人去達到 這算我們老師的信念 一個這樣的信念 結成的老師 也總過這半世紀來 那今天也很謝謝 和黃老師能夠接受我們這樣的一個採訪 那也希望這次能夠把黃老師的作品 帶到中有時尚藝廊 讓所有喜愛木雕 喜愛黃老師的作品 能夠一包嚴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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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